记者李立法屏东报道,香蕉价格崩盘,屏东建议员陈明达今天,一日,在议会批击农委会反应牛布,甚至麻木不仁,地农友十分不满,要求县府拿出办法。 县府农业处长黄国荣说,农委会即将启动保价收购机制,而去年也发生相同状况,他建议中央加强焦鸟管控,做好预警机制。 陈明达说,香蕉收购价格跌到每公斤一元,焦农欲哭无泪,却不见农委会有何积极作为,焦农保院的电话让他接到手软,县府要拿出具体办法。 他并建议,屏东县应成立农产品展售馆,适时行销当即农产品,帮农民增加销路。 县议员罗平道则建议县府成立农产品产销应变中心,当出现产量过剩有止销之余,可透过应变平台,让政府各相关单位或地方社团协助收购农产品,农民才不至于血本无归。 县长盘孟安说,下交价格向来都比较低,加上今年气候好,各类水果都丰收,导致农产品价格普遍下滑。 为减轻股建商农情形,县府已向境内各食品加工厂协调,希望能增加收购水果数量。 县府也已发动团购,同时加强外销管道的建立,把平东县的农产品销售到国外。